台美簽署設立海巡工作小組瞭解備忘錄 蘇奎表示是基於共同理念、維持、區域和平 拜登首場記者會提到台灣及香港等議題 並宣布2024教竹連任 中共在對國際品牌獵巫有效粉紅前往H&M 飯店抗議卻遭到公安抓走 台灣整體經濟表現亮眼 二月景氣燈號亮出代表熱絡的紅燈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請鎖定新唐人 亞太晚間八點新聞 中文字幕提供